《顶卦》 《顶卦》 《顶卦》是个末卦》 《顶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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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卦比较单纯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一起念他的卦词真短 一起念顶原集 就这么几个字而已 最为吉祥通说 我们说顶卦是有原集 但是顶卦都很好吗 也不一定 里面还是有它的一些问题 因为顶代表什么 古代烧饭的工具 叫做大的锅子 那么烧饭有一个特色 你如果说饭没有烧好 你能吃吗 当然不行 这个顶也是越往上越好 就跟井一样 水井的井 虚挂说 格物者莫若顶 物收之于顶 前面讲格挂 要改格的话 那没有比顶更厉害了 为什么 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 古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顶呢 因为顶可以烧东西 让人类减少了疾病的威胁 如果你都吃生的食物的话 先不要说好不好吃 其实好不好吃是相对的 一个人从小都吃生的食物 你跟他说这个没有调味 没有烧烤不好吃 他不知道什么叫不好吃 就像很多人 没吃过我们中国的中国菜 吃了一次之后 永远就爱上中国菜 我们中国人烧菜就是有本事 我从小看父亲在烧那个猪脚 就买几只猪脚 然后弄这个冰糖 放几片八角 酱油放多一点 就这样卤啊 卤了三个小时 那怎么会不好吃呢 锅盖一千块 外国人通通冲过来了 你跟他说是猪脚 他本来不太敢吃了 心里想说 这个猪脚还能吃吗 吃一口之后呢 抢着用 由你每次烧猪脚 他就排队 我今天要分到一块 那好了 那偷桃报李啊 他做的食物请我吃啊 我不吃 饶了我吧 我这个 你可不吃 用外国人做的食物 真是没什么口味 但中国人吃的食物 是不是健康呢 那是另一回事 反正我们的口味是没问题 这古老的民族啊 只要这一点上是 远远超过别人的 那么在这里呢 也可以说是 大壮瓜跟顿瓜是变化关系 所以呢 前面的这个 这个 格瓜呢 是由 大壮瓜变的 顶瓜就是由顿瓜变的 顿瓜就是 这个天山顿 底下两个阴摇 上面四个阴摇 叫顿瓜 顿瓜的六二跟九五换位 就变成这个顶瓜了 顶瓜的去向是什么呢 火峰顶 看到没有 那么火峰顶的 风什么意思 又是变成木头了 等于是 木头上面在烧火 就变成是烧饭一样嘛 对不对 底下有木头 上面是火 就可以把食物煮熟 我们一起念他的段传 换约顶 顶相也 以木训火 烹饪也 色人烹 以想上力 而大烹 以想深血 顺而耳目聪明 柔静而上行 得众而 因乎刚 事以缘亨 你看到 柔静而上行 就知道了 柔是 对 在这边是六五 静而上行 得众而 因乎刚 中当然是六五 在中间 因乎刚 刚是九二 所以说到远亨 他这里面提到什么 还提到上帝呢 这个以木训火 训就是入 训就是空气 风 训就是入 就是把木材 放进火里面 因为火封顶嘛 上面是火 底下是木 训就是木 那火在上 代表这个木呢 在下也在内 把它放到火里面 是要烹煮食物 圣人烹煮食物 来寄先上帝 进而大量烹煮食物 来养育圣贤 为什么呢 养育圣贤之后 圣贤再来照顾百姓嘛 圣人一个人 怎么照顾百姓呢 他需要很多 这个什么圣贤 一起来帮忙 等于是怎么样呢 我发明食物之后呢 让大家都吃得饱 民以食为天嘛 那前面就一定要提到 先寄献给上帝 上帝这个词 比较少见哦 因为讲上帝这个词的话呢 他往往在 商朝讲的比较多 周朝稍微少一些 周朝讲天讲的比较多 所以从这个资料就知道说 在孔子他们那个年代呢 上帝跟天啊 他都可以互相用 讲上帝比较具有人格的特质 还有上帝 好像是在上面看我 为什么会有上帝的概念 最早的时候是有地 这个地怎么来的呢 有各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能接受 叫做机心驾柴 就是你把那个木材啊 架在一起 柴火 机心驾柴 它的形状啊 这是现在写的字啊 以前是把那个木材 还通通架在一起用火烧 因为古代人相信啊 神在天上 然后我用手烧的时候 烟啊 就会往上冒 不是光烧火啊 火上烧一些猪啊 或是牛啊 你把它烧掉的 等于是献给神嘛 所以这种形状 这种动作呢 后来就变成象形制啊 变成这个上帝的地 这个解释 我觉得比较能接受 那机心驾柴的话 是那种你献给神的 不知名之神 这不是只有我们有啊 很多原住民都有 献给不知名的神 神没有名字 后来才给他取了名字 叫做这个或是那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上帝的地啊 是从机心驾柴这边来了 上面的神称作地之后呢 后来的商朝的帝王呢 就说那我的祖先也要称地 因为死了嘛 死了之后到天上去呢 结果就因为人的王也称地 就把原来的地称为上帝 为什么 古代用词啊 有上帝一定有下帝 上下相对的 不可能只有上帝没有下帝 底下的帝 但是你说下帝不好听嘛 就直接说帝 所以古代的皇帝 帝王啊 他那个帝这个字啊 是人间的统治者 那就把原来的帝呢 推到上面去了 等于大家各生一集 还变成上帝了 好 那就是在商朝用的比较多 我记得我们看大象 那些年 相约 墨上有火 顶君子以正位临命 墨上有火在烧 这就是顶华 君子由此领悟要端正职位 完成使命 这个顶啊 在古代是一个国家的重体 放在那里很安稳 让你感觉到呢 有重心 等于是一个国家呢 就因为有一个顶在那边的话 使它大局啊 很稳定啊 有种象征意义 就是说取向于顶 这取向于是什么意思 现在问一个问题呢 是先发明的顶呢 这种实际上 足东西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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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根穿过耳朵的那个养肴 等于是顶耳在这边 我们穿过第两张台的走路 就是用耳朵走路的 就是打一个挂 叫做点挂 好 那么 这边就是说正位灵命啊 所以这边可以了解顶的端正厚重 我们看它的内容 第一个 第五十年初六 顶颠子 立出匹 得戒以其子 不救 下云 顶颠子 贵备也 立出匹 以从贵也 当你要开始用顶的时候呢 第一步要把顶的内部清干净 因为顶啊 一定常常在烧东西嘛 你内部没有清干净的话 那煮东西能吃吗 那到最后变成是五味杂陈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第一步 顶颠子 顶足颠倒 事宜走出闭色 顶为什么会颠子呢 因为初六跟九四正因 初六要跟随九四 底下一根上面一翻过去了 德戒以其子 什么意思 因为儿子而取得戒没有灾难 这是古代的生活里面 就引起很多讨论了 关于这一点 但原来在说什么呢 原来所说的是说 初六呢 是从 你看顿挂变来的 初六本来在更里面 更为少男 现在变为顶挂之后呢 初六正因是九四 九四在互对里面 对为妾 就形成了德戒以其子 这在说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你现在看初六 德戒以其子 什么意思 它本来在顿挂是一个护更 这是护更 护更代表什么 少男 现在一换成这个顶挂之后呢 换成这个挂之后 这边变成什么 上面有一个对挂 对挂就是妾 德戒以其子 因为你前面有一个更挂 然后你后面才得到一个戒 叫做德戒以其子 初六跟九四正因 九四正好在对挂的中间 户队的中间 所以这边就 孔敬达就说了 孔敬达是唐朝的学者 他说 正是虽亡 且由不得为士主 却为士主 亦有顶之颠子 而有救过 却若有贤子 则牟以子贵 以之济世 则得无救 故曰德戒以其子 无救也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想法 今天已经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想法了 我们参考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们了解 古代的经典 跟古人生活的情况 避免用现代人观念去看 现代人观念看的话 会觉得古人真是 男女之间不平等 很多地方是也讲得不合理 但至少唐朝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一种理解 那么这边我们讲的 只是两个卦的变化 底下是一个更卦 这个更卦就是少男 等于子 那变成这个顶卦之后 底下的更卦消失了 上面多出一个户对 等于是你多出来的户对是妾 因为你以前有这个子 所以从这边来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 那这样讲古代的事象 怎么去看呢 他只是叫你说 你了解之后看到光怎么用 有些人有类似的背景 就会沾到这个光 得泄与其子 母义指规 都相关性的出来了 这也是很难说的 有时候也可以说你做生意 你的本业没赚到钱 你副业反而是赚到钱的 有可能 你不要看准这个字是什么 你可以想成生活里面各种情况 就是不是你原来应该得的 你现在得到的是什么情况 好 再看九二我们起念 九二顶有时 我愁有疾 不我能疾 疾 下约 顶有时 甚所知也 我愁有疾 终无有也 顶中有时在物料 因为九二已经到了顶腹 要开始了 顶中有时在物料 我的对头换了兵 没有办法接近我 他的对头是谁呢 对头是相对应的六五 没有办法接近我 为什么没有办法接近 上面两个羊腰挡住他了 顶中有时在物料 是因为紧身安排去除 我的对头换了兵 所以最终没有责怪 这边在说什么呢 九二是羊腰在中间的位置 羊刚为时 所以叫做顶有时 仇是仇人 对头或匹配 注意哦 对头不见的是真的仇人 我们说不是冤家不去投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在这边指六五 在顿华变成顶华是 六二跟九五华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原来是六二跟九五华的位置 才形成这个顶华嘛 也是形成九二跟六五的新局面 六五的吉啊 在什么 应要聚岗位 所以有些不正嘛 吉 对九二来说的话呢 六五与他隔了两个羊腰 不亦接近 何况呢 九二还在下挂训中 训为不果为多白眼 就使六五不果能吉 六五要过来 我就给他白眼 瞪他几个白眼 反正我在训华里面多白眼 那么九二是由顿华的九五所变成 上华中间来到下华中间 没有离开中 所以胜所置业 六五虽然有吉 但它的位置是九二所让的 并且仍有一阳正印 所以中无有也 结果是吉 中间过程蛮复杂的 这样是代表华的变化 再看九三我们一起看 九三 顶尔阁其行色至高不识 方语亏毁终极下约 顶尔阁是其易也 我们说顶尔不是六五吗 怎么九三也跑到顶尔呢 为什么我们看一下 这边也蛮有趣的 在顶华里面呢 从初六到六五形成一个大的坎 初六到六五中间三个羊腰啊 我们也讲过好几次大的鲤华啊 这是大的坎华啊 坎就是耳朵嘛 请问在坎这个 这个坎的华里面 哪一个腰在中间 九三嘛 你从初六 九二九三九四六五 九二九三九四三个里面 三个中间嘛 所以在这个大的耳朵里面呢 九三在中间 顶 坎是耳朵嘛 所以九三以为我就是耳朵啊 因为这个大的坎在那边 大耳朵在那边 我在中间我不是耳朵 谁是耳朵呢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错了 正牌的这个耳朵是六五嘛 因为你现在不再是什么大的坎华 六五才是真的耳朵 所以他这边就说 失其易也 失去做他顶尔的意义嘛 好 后面再看 九三面临上卦黎 黎为智 好久没见到这样的象征了 字就是野鸡嘛 等于是你这个顶里面 这次烧什么菜啊 烧野鸡 他就吃不到三鸡的美肉啊 因为你在下卦 所以至高不时 三鸡的美肉 你九三吃不到 因为他在上卦才是一个字 那九三在户队里面 对为责也称为语 是为方语 就是正在下雨 对又是悔辙为亏损 是九三生出悔意 然而顶卦四个羊腰里面 只有九三为真 并且居下卦最终的为之 所以说他最后是吉祥 你看四个羊腰 九二 九三 九四 上九 四个羊腰只有九三是真 虽然还没有吃到这个三鸡的美肉啊 但至少最后还是吉祥的 九四就有问题了 所以顶卦虽然好 里面的复杂度还是蛮高的 我们看九四出现的凶 一起念 九四 顶折主 复公术齐行卧凶 像曰 复公术姓如何也 九三顶折则断 打翻王公的州 自己身上也沾到了 有凶祸 打翻了王公的州啊 结果是怎么样呢 那还要说吗 为什么会顶折主呢 因为他跟初六 初六正硬啊 差别就在这里 对不对 九四跟初六正硬 你一硬的话 不是翻过去的吗 初六是要顶颠纸 他要把它倒过来清洗内部 那九四呢 跟着他去的话 不是翻掉了吗 所以初六应该翻 九四不应该翻 初六不翻就清洁不了内部 九四一翻 就把你煮得好好的 并且到了王公 为什么称王公 你到了上卦是统治者嘛 对不对 顶折主复公术 打翻王公的州 实际上还沾到 就是很麻烦了 为什么会沾到呢 因为他在户队里面 对之责嘛 并且是毁责 这边就提到西式下 这边讲三段话讲的真是好 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时候不要勉强 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呢 别人给你机会 你也无法做成事情 所以不要着急 高位别人有成就 我们去跟他学 你实际到了吗 准备好了吗 就要先问的 孔子说 道德浅薄而地位崇高 智慧不足而谋划大事 力量微弱而担当重任 所以很少有不拖累到自己的 说明无法升任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酒饰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酒饰你这个 煮的东西能吃吗 要吃的话至少是拿出来才能吃嘛 你说到了酒饰 那还有什么 还有六五 六五在上面 你要能够拿出来才可以 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 酒饰跟初六的关系 就是你在准备食物的时候 就要有这样的一种警惕 好再看顶卦最后两个摇 果然是好的 我们前面 六五 顶华尔金弦细针 项曰华尔终以为十也 顶有黄色的耳根金字的弦 六五处在上卦中间的位置 是顶尔的位置 他在上卦离的中间 离得昆之中摇 昆为土又去中卫 其色为黄 顶卦由顿卦变来 注意看到顿卦是天山顿 上面本来是钱 钱为金 顶卦上九未变 其位为贤 所以称为金贤 上九未变 六五是变的 所以对六五来说 看到我是黄尔跟金字的 他是往上看的 然后呢 黄尔金弦是贵重之相 所以离真 至于终以为实 六五跟九二正应 所以非常实在 有人支持他 再来上九 上九后顶玉贤 大吉无不利 项曰 玉贤在上 刚柔结也 顶又玉质的贤 非常吉祥无所不利 为什么这边提到玉 而前面六五提到金 金跟玉都是钱卦的象征 但是六五提到金 是因为他在五的位置 六五是阳刚的位置 上的位置是柔的位置 上九的话呢 他本身调节了一下 他没有位置 他没有那个五的位置 但是呢 他到上九的时候 是阳瑶在柔位 就使得你原先的金 变成玉 比较缓和了 所以金就用在五 玉就用在上 同样都是指这个 他们这个贤来说的 刚与柔调节合一 就这意思 六五有上九 可以这个奉承 上九有六五可以支持他 那么他最后是大吉无不利 也算是很好的了 因为只有两个是原吉 那顶卦是大吉无不利 也仅次于原吉了 所以这是格跟顶 格的时候就有顶 顶的时候后面就是正卦了 等于是让你建立一个诸侯国了 你按照顶的这个角度来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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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